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打擊全球經濟,加上美國瘋狂加息禍然全球。 環球市場近越大幅波動,香港更是股市,樓市齊挫。 最新8月差股儲私窄售價指數,樓價指數按月急跌2.26%。 連跌3個月兼創自2018年12月以來的45個月最大單月跌幅。 由於9月美國及香港加息負面情緒困擾,樓市跌細加劇,業界料9月差股指數有機會6.5%至3%跌幅。 今年首8月樓價指數已累跌6.52%。至下月隨時累跌10%。 以近年政府放寬至1000萬元物業可借九成按揭推算,不少新進業主料陷入負資產惡夢。 猜響物業股價儲昨日公布,8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68.2%, 較7月的376.7下跌2.26%。 連跌3個月兼創自2018年12月以來的45個月最大單月跌幅。 當月跌幅明顯加快,6月、7月、8月跌幅分別為0.86%、1.44%、2.26%。 而累計今年首8個月,樓價指數已累跌6.52%。 如對比去年九月時的歷史高位398.1,更累跌7.51%。 各類型單位中,面積1075方尺或以下的A,及事類單位跌幅較大,最新施宅售價指數報370.6,按月跌2.29%。 至於面積1076方尺,或以上大型單位,及事類單位,按月跌0.83%,按年跌6.22%。 租金走勢則與樓價相反。 8月施宅租金指數報179.7點。 年升兩個月,按月升0.73%,按年跌1.59%。 今年首8個月,資宅租金指數累跌1.64%。 利家國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作指出, 8月樓價指數已跌至2019年3月以來的42個月,即三年半,新低。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數據有所滯後, 8月指數主要反映7月中旬至8月上旬的實際市況。 當時美國再次大幅加息0.75例,加上本港疫情升溫,令市況進一步轉淡, 二手業主加大減幅,導致樓價跌幅顯著加劇。 而至8月下旬以來,疫情持續反彈,按日連番增至突破萬中水平。 而本地銀行亦相繼上條H案的封頂息率。 樓市氣氛一沉白彩,業主減價之聲此起疲落。 市場憂慮香港加息週期正式展開。 樓市近期跌勢加劇,故預料下次公布的9月樓價指數有機會進一步下跌2.5%至3%。 屬於屬於第3季的樓價尿單月樓約6%跌幅,而今年首8月樓價指數已累跌6.52%。 換言之至下月隨時累跌10%。 以近年政府放寬1000萬元物業可借九成按揭來推算。 遼有不少新進業主陷入負資產惡夢。 展望第四季,陳海潮認為樓市氣氛依然疲弱,但十月兩個重要轉列點,一個是中共二十大,期望會有穩經濟及內地恢復對外正常通關的方案出台,料可為及香港市場。 另外,市場亦期望香港特區政府十月的施政報告有振興經濟及優化樓市的措施出台,有利提振整體市場氣氛。 如市場期望的好消息能出現,樓價跌幅可望在第四季傳聞,預期全年樓價跌幅約在百分之九左右,否則樓價有機會下跌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 內方董事、大中華區研究及諮詢部主管黃少奇亦相信,下一次公布的九月差股指數會繼續沉底。 但他指,隨著金管局放寬壓力測試門檻,能增加六百萬至一千二百萬元樓盤買家的購買力,預計相關成交量會增加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第四季樓價有望見底,全年官方樓價,指數跌幅會在百分之八左右。 另外,疫情開始緩和,入境檢疫措施變為零加三,對整體大市氣氛帶來好消息。 預期入境人士數量開始慢慢回升,對住宅長租及短租均有支持。 而且,部分本地准買家亦開始轉買為租,相信住宅租金走勢平穩向上。 但短期內購買力仍然不足,整體成交量維持在低水平。 預計全年一二首成交量五萬至五萬三千宗,按年下跌約三成。